我想在我們歷任的會長支持完了之後 我相信這個人他的膽子更大 人民有期待 他10月16號開始請假 從南方出發 高雄好 中華民國會更好 他的責任越大 希望大家都能夠來做他的後盾 剛剛會長也講 今天是立東是普東 從今天此時此刻開始 我們要把所有的選票 一票一票來支持他 這個人不是別人 就是未來我們的期待 未來我們的總統 總統參選人韓國瑜請上台 欣賞的朋友韓國瑜 動勝韓國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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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謝謝 非常感謝連前主席 這麼熱心的安排 真的是安排這個社會可以說盡心盡力 非常感謝 今天吳主席馬前總統 今天吳柏雄 吳前主席特別要求不可以叫他柏公 叫他叫熊哥 因為他今天精神非常好 叫柏公他要翻臉 所以我現在叫熊哥 然後我們立倫我不能叫倫哥 只能叫朱前主席立倫熊 謝謝我們李正宏李會長 我們高雄子弟高雄之光 我們張淺總會長 王淺總會長 郭淺總會長 還有我們各位黨內先進 還有我們各位台商的朋友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非常感謝 其實聽到我們黨內先進所做的報告 大概基本的規劃 憂慮政策 對兩岸的期待都已經採取得非常清楚 那三位台商大佬所提出來的想法 願景也都是希望兩岸和平 其實老祖宗已經講得很清楚 和比什麼都重要 和氣生財 家和萬事心 這個唯有和這個字 才能夠取得一切的和平和諧 以及美好 甚至帶來的財富 我們每次思考台商 在我們的心中 就有一些不一樣的感想 不光是大陸的台商 以及海外東南亞日本 還有所有海外的台商 都像一個種子 飛到異鄉就砸下去 就開始慢慢慢慢生長和茁壯 那什麼樣一個精神毅力 讓我們台商有這麼大的生命力 我每次都在思考這問題 後來我想到一個答案 不知道對不對 我覺得跟台灣男孩子 當兵當過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20歲當兵之前 是跟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同學好友在一起 我們大部分沒有離開過家園 等到我們當了兵之後 跟五湖四海各路所有的人 梁佑各方面所有的人都在一起 在一個部隊 我們從懼怕慢慢慢慢接受 慢慢慢慢蛻變 到最後把自己的人格 膽識都培養起來 所以台商朋友飛到世界各地 我們感受到台商這種韌性 是非常堅強 另外一個比喻來說 各位是嫁出去的女兒 人在異鄉 心繫故鄉 自己的娘家 我們台灣 兄弟姐妹非常團結 家風非常的嚴謹 自己的台灣一堂和樂 自立自強 嫁出去的女兒有面子 現在各位是嫁出去的女兒 回首一看 台灣現況 外交走不出去 新南向撒錢 一敗不定 兩岸動盪不安 台灣內部的經濟蕭條無比 人心混亂又迷人 然後 所有重大的政策 浪費錢的大量的政策買票 層出不窮 民主退步 媒體被壟斷 各位嫁出去的女兒 還有面子嗎 這是台灣三年半的現況 我們民主在嚴重的推後 大家都說民進黨好會選舉 國民黨不會選舉 錯 內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熱鬧 民進黨不會 不是這麼會選舉 民進黨是一個字 敢 他敢 國民黨很多事情做不出來 因為我們還是很重禮教 傳統中華文化 我們還是很 國民黨是非常重視理義廉止 這些基本文化的這些精髓 民進黨什麼 幹 民進黨只有三招 各位台商朋友不要搞錯 我看了一千二十 第一招 只要掌握權力 先掌控媒體 控制 現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媒體 全世界沒有 民主國家沒有 只監督反對黨 不敢監督執政黨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招 控制住媒體 報喜不報憂 報好不報壞 報反對黨不報執政黨 這是第一招 第二招 民進黨屁股幾根毛 我看得一清二楚 第二招 抹黑對手 因為拿不出成績單 不怕貨比貨 他們拿不出成績單 就直接把對手抹黑 這第二招 第三招 平常不認真治理國家 選舉一到趕快撒錢 政策買票 各位在思考 民進黨除了這三招 還有哪一招 操作媒體 抹黑對手 大量花錢 用納稅的錢 政策買票 沒了 然後繼續執政 未來四年 繼續用這三招 沒了 各位台商朋友 以及所有關心台灣 民主政治發展的好朋友 大家要思考 當你回首來看我們自己的家鄉的時候 這樣的台灣 這樣的民主 給大家帶來光源 給大家帶來自信跟自豪 二三十年前 你們有一句話多久沒聽到 我們台灣人自豪 二三十年前 從台灣頭到台灣尾 大家說台灣的錢已經淹到小肚子 小腿的肚子 你們有多久沒聽到台灣自豪 二三十年前台灣人的驕傲 自豪自信心光榮感 各位台商朋友 已經開始在流逝 今天2019年的台灣 不客氣的說 我最擔心最害怕的事情 每天都在商量 世界忘記了台灣 台灣忘記了世界 未來的台灣 我們能不擔心嗎 所以台商朋友不管是在中國大陸 或者在海外 我們唯一能夠翻轉這個現況 就是靠2020年 1月11號這次選舉 韓國一不見得贏 我絕對不會往臉上貼近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未來四年如果繼續讓蔡英文的民黨執政下去 台灣的未來 只有天知道 我們到廟裡拜拜很公平 老祖宗告訴我們八個字 我從小拜廟就是如此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我今天年紀大了 我終於懂老祖宗的智慧 風調雨順是老天爺 他來扶持 颱風地震 各方面災害 老天爺讓人民 風調雨順 但是對不起 國泰民安要靠你自己 今天國不泰民不安 是你人民自己的選擇 所以我說今天我們為了 未來的中華民國的國泰民安 讓我們2300萬的人民 能夠生活安居樂業 讓海外所有延伸出去的力量 即使沒有得到政府的直接的幫助 但是每一個台商朋友 在懷想 懷念 或者思考我們海灣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有面子 非常有光榮 就在這場 這就是我的 真的發自內心的憂鬱 國泰民安靠自己 所以我這次要拜託台商朋友 這次務必要把選票打中 這一場盛戰已經不是為自己 我們知道我們生命的青春是有限的 我們非常清楚 就像連主席這次 為了這樣子一個聚會 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體力 所缺為何 各位在座 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好 國家能夠長治久安 兩岸能夠和平 都已經不再為自己 所以拜託台商朋友 回到工作崗位 一定要大動感 這次的選票 一定要大團結 大集中 所有的小矛盾 小牢騷 小的不滿 請把它丟在旁邊 一定要把票源集中起來 一定要大爆炸 未來國民黨能夠重新執政 在吳敦義主席領導之下 如果我韓國瑜能夠贏得勝利 我跟大家保證 全世界的台商 都會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關切 以及溫暖的雙手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不能讓台灣的台商 飛出去之後 靠著自己的努力打拼 感覺家鄉 連一雙溫暖的手都感受不到 尤其是我內人到了東南亞之後 東南亞的台商跟他講 我們真的覺得 非常對不起台商 我希望大家就自己靠自己 已經感受不到 這是不對的 大家都是國力的衍生 真的 幫助了台灣這麼多創業的機會 這麼多的稅收 提供了這麼多的工作機會 我們一定是緊密在一起 全世界最愛台灣 就是台灣黨 就是我們自己 所以2020年這場神聖的選戰 拜託所有台商朋友 捐氣成建 放棄小我的思維 一切從大局出發 我們希望未來台灣 越來越好 我們中華民國 能夠國泰民安 讓所有喜歡我們 欣賞我們的中華民國 所有的好朋友 都會為我們高興 再次祝福大家 平安 一切愉快 一切美好 謝謝大家 鼓勵 大家市長 您請留步 市長請留步 市長請留步 請上台 好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在台上 拍個拍個照 讓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 市長告訴你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今天立東 大家給你溫暖 請你上台 好 我們連主席 馬總統 然後我們立東會長 還有我們龍哥 我們朱主席 我們吳敦毅主席 還有我們的吳郭熊主席 請上台 還有我們的郭會長 我們都請上台 請上台 熊哥 請上台 好 我們來一起上台 來 記得大家要給韓市長溫暖 可以了 沒關係 ok了 這樣子 我們要手牽著手 還是要站下面 我們站下面 好 站上面 站上面就好 站上面就好 來 手牽著手 我們現在那麼要 你擠手擠手好不好 好 來 站起來媒體拍不到 我們在台下的 我們的心事站起來 手舉起來就好了 好不好 對 好 我們手牽手 新年期 2020 我們重返執政 韓國瑜 東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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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散 韓國瑜 國瑜 東散 東散 我們要一起為我們國民黨加油 2020 讓我們的國民黨勝利 好不好 好 國民黨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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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我們請我們媒體朋友 是不是能夠移駕 讓我們要來進行我們的這一個合影 到後面我們來做合影 不好意思媒體朋友 謝謝你們 那我們我們的會長還有我們立任主席請先稍坐 我們等一下要在會場的後面我們要拍 我們還要把後面照相 我們要請我們大陸各區的台商會的資深會長跟總會長 我們會長請留步我們立任主席請留步 是 我們先讓媒體朋友 好我們先移駕到外面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非常的感謝